和运输分队一样 像5184米挺进的 还有一支特别的文艺青旗队 他们当中没有一名文艺骨干 都是来自作战岗位的女兵 他们告诉记者 上执勤点既要感受战友们的辛苦 更重要的是把最美的歌 献给这群最可爱的人 刚才我们在上来的时候 在路上也遇到了 来到这里慰问的女兵的小分队 现在他们在我们之后 正来给官兵们带来精彩的节目 把最美的歌献给最可爱的人 文艺青旗队队员们的歌声 始终在喀拉昆仑山脉 弯转飘荡 这一刻 所有中国士兵的心 紧紧地拧在了一起 太辛苦了 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种辛苦 你说你要去吃苦吧 这种苦你也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吃的 你也不是想吃你就有资格去吃的 他们确实是很厉害的一群人我觉得 他们真的是我心中的英雄 这次来这里之后我就觉得 我们有些的资本 因为他们比我们更辛苦 又比我们更苦的更累的 在边防守着山河 信得有他们山河无恙 我叫艾利尔艾利 1997年出生了 今年23岁 在5184电门上已经说了三个月 我是一名中国军人 我只要站在这里 这里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国领土 一寸一毫 5184不是最苦的 再高再苦我都赶上 有我们在 祖国的领土不会丢失一寸一毫 土豪有王 山河无恙 豪有王